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继续收看我们的直播环节 会和郭Sir谈谈大事方面的情况 就是我们的事务总监郭Sir在旁边 早晨,阿sir 早晨,早晨 你好,我们跟进一下港股方面的情况 恒新指数,今天来说 比起昨天就好一点 升170点,报23,258点 成交金额这一排到偏少 都是500亿左右 暂时这一刻去到197亿 国企指数升82点,报10,357点 看到了,就是昨晚美股方面 有个很明显的秋升 最主要大家就说 欧洲方面的经济就不是太好 所以现在说欧央行 可能考虑在二级市场购买一些企业债 纯粹就是希望可以对抗通胀等等 都冲敬欧洲方面有些放水的举动 所以令到环球的经济气氛又好一点 究竟港股的受惠程度又有多少呢 我想都是继续困扰占中的行动 似乎都不是太明朗化了,郭Sir 所以暂时投资者是否都在观望围着呢 看到成交今天都是偏少 先说外围 其实包括美国、欧洲等地 由于经济的前景不明朗 驱使到央行仍然要继续买债 包括美国在来与市 虽然已经结束了QE3 QE3本身来说是没有上限的 老实说 如果经济或金融市场引来不必要动荡的话 仍然可以继续买债 所以美股暂时来说由高位的下跌 只不过是一个技术上的回徒 直到现在的分钟我都是这样的看法 因为只要联储高又再买债的话 美股借D21推上去17000点 又有什么难事呢 欧洲股市已经跌了很多 你只是看看德国股市 由10,000点到8500点 已经跌至15% 经济当然不知是比较差 甚至第二季的增长 收定后的增长都只有0.1% 等于是没有增长 面对希腊等国家仍处于财困的阶段 我相信央行也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希腊那边的银行股 其实来说是跌得很厉害的 而且当地的指数 也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调 我自己觉得 自从几年前的欧赚危机 到后期 央行采取了量化货币政策 将一些有问题的财困国 所有的问题 已经暂时舒缓了下来 但它自身本身的经济动力 都还是疲弱 即是说这个继续注资行动 我相信暂时没有条件停 如果一停的话 问题就会发生 包括一些围约的风险又再上升 即是说之前做的事 全部都是前功尽器 最关键就是 要保持欧罗这个地位 如果你说不用欧罗的话 问题可能更加大 包括一些国家 好像意大利、里拉那些 就大幅步贬值 当然德国当然是经济强 马克就升值 但一样没有好处 你的币股市 谁跟你卖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 都维持欧罗的继续營运 即是说不容许有国家 因为财困出现一个违约的事件 这对欧洲的股市来说 应该是比较正面 事实上市场的看法也是这样 再看回香港这边 如果你看回外围的因素 其实来说 早前来说 好像美股跌得很厉害 六年跌 但对港股来说 没有带来新一轮的冲击 因为恒生指数 在10月3日 已经见到22,566点 一早已经见到中期的底部 只不过就是 技术上由于 香港有占中的事件 所以令到资金入市的态度却暴 但始终香港还有一个 胡广通在后面 所以大家对大股的看法 就算不敢积极也好 事实上也不敢看得太淡 况且股市由9月份的高位 跌到12月的低位 已经跌了2796点 跌了2700几点 你才看淡去做淡 一旦市一夹上去 风险真的不能笑 所以看好的 最多是拿着钱不入市 看淡的老老实实 但也不敢刻意大手沽空 至少现在这分钟 再做淡 承担风险 将会比较大 既然是这样 大市 理应有条件做回上去 但始终有个占中事件 令到整个市况 暂时整固不前 今天的恒指 借着美股昨天大幅上升 一个高开之后 指数已经回到10-20 甚至50线线上 其实50线和10线 已经很接近 今天的指数 在现在更加碰到20线 即是整个市况 已经呈现了初步回稳的势头 现在所欠的是50线线 现在50线线大到24,200点 即是恒指能够回到250线 回到10线 继续回到20线 整个初步转定的势头 已经展现眼前 的确如是 如果看图 由低位22,566点开始走 这会形成短期的上升轨 这条上升轨 一日未跌穿 连早前高位继续 又形成一个上升三角形态 这个上升三角形态 是在一个调整 或者中期调整的低位形成 是有利后市的进度部发展 如果从一个比较传统的智慧去看 一旦指数成功突破了23,581点 这个今个月的高位 量度升幅计可以回到24,000多 因为只要占中的事件能够和平结束 或者有些新的因素出来 包括占中又可能慢慢淡化 接着互广通又正式落实推行的日期 我相信市场的情绪会立即扭转过来 事实上来说 胡广通我想说的就是 不是代表何时何时定了出来 股市立即扛升 大家不要搞错 未必会这样 可能仍然还会反复 甚至乎有少少下限都不顶 因为政策只是有利中期中长期 胡广两地的股市的发展 香港的受惠程度 当然是远比上海为多 这个不用说 但问题就是 如果抱着一个心态 就是说 胡广通一出来 股市就立即升 其实这个是未必的 最关键的是 那个占中的事件 何时能够正式去解决 因为这件事件 已经走过三个星期有多 运输业、旅游业、零售业、餐饮业 都受到沉重的打击 尤其是运输业更加不用说 如果事件一路再走下去 很可能连到其他行业都会受到影响 我总是希望 这件事件能够尽快 在和平的气氛下 落幕、结束 对股市来说 这是最大的效应 投资者来说 现在的心态不是看淡 我相信 他们都是希望 作一个入市的部署 我用一个比喻 早前9月份 高位到25,362点 有不少人 都看到 在护广东的政策配合之下 年底前的市 有机会见26,000 或者更加高 包括我作为 都是这样的看法 所以如果市有个中期调整 落到24,000 的话 应该可作新一轮的部署 但谁不知 到24,000多的时间 已经隐约见到 占中的事件开始绕阳 到后期一爆发的时间 指数更加受到冲击 最低跌到22,566点 即是美后低位跌过1000点 其实可以是不需要跌的 但没有办法 有占中就是有占中 既然已经跌过了 现在暂时的势头 只是属于一个低台的整固 最关键的都是22,566点的低位 如果不跌穿的话 理论上一个中期调整 应该过一段落 如果是这样 10月3日的低位 去到今年12月底 这里有12个星期 这12个星期 是绝对有足够时间 给股市发展新一轮的中期升浪 不过10月份浪费了 现在已经走三个星期 到现在为止 仍然受到占中事件所困扰 所以剩下一个星期的时间 我都不敢抱大大的憧憬 不过如果一旦事件落幕 11月12月份 老老实实 我就不看淡 可能到其时 会追回大部分或部分的失地 好 谢谢郭sir 节目时间差不多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和大家看看 其他股份的表现 不要走开 有东西想问 可以继续打给我们 稍后再谈